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在靠近土边境地区的叙利亚曼比基地区开始进行联合巡逻 且土耳其外长还对当地由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发出强硬表态 称对方必须全部从曼比基地区撤出 所有重武器也必须在撤离时进行上缴 其实和土耳其方面强硬的态度相较 叙利亚北部当前的具体掌控者其实是库尔德武装 其背后还有美国的直接支持 另就控制区而言 库尔德武装掌握的实际控制区面积 则已达到叙利亚整个领土面积的约四分之一 不过 在这些现实情况前 土方倒是并没有出现任何软弱 另在叙利北部地区 虽早已有美军大量存在 但对于土方此前直接进入曼比基地区 似乎也并没有特别看法 而在现实的合作层面 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 也正在从美国接收F35战斗机 这一进程虽受到其从俄罗斯采购 S400防空反导系统的影响 但时至今日 尽管美方提出诸多批评 但也没有将该项目正式暂停 另在俄罗斯方面 其核续均在南部地区的战线 虽在持续前推 但在北部地区 俄罗斯的影响力却难以企及 而这一地区则是叙利亚的命门 在叙利内乱爆发前 其经济支柱主要为农业和石油 其中石油收入在2010年 占到叙利方总收入的25%以上 且大规模的石油产区 也全部备于叙利亚的北部及东北部 此外 更为重要的是 在叙利亚所处的这一中东区块中 叙利亚是唯一的重要原油生产国 不过这一重要性并非只体现在产量上 叙利亚的独特地理位置则更加关键 只要翻开地图就不难发现 不论是伊朗 还是卡塔尔 其原油 天然气 在输往欧洲时 最好的选择并非如今 需绕到南非好望角的船运 而是直接修建燃油管线 穿过叙利亚直通欧洲后花园地中海 或是从穿过叙利亚接入土耳其 再进入欧洲 而这些管线若真正进行实施 在地图上就可看到 无论其怎么规划 最终都会在叙利亚的西北部交汇 而土耳其除是这其中的重要参与者外 其如今在叙利亚的控制区 还恰好毗邻这些管线的交汇点 由此也就不难看出 当前在叙利亚 虽有包括美国 俄罗斯 伊朗 以色列在内的多方势力 但其中真正的赢家却也不难发现 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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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